新闻专题废墟中重生展现日志风情 日志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之局 日志台南厅长官邸及料理 平音料理 原已闲置多年 外观残破成废墟 从垂死到重生 整修后重现日式建筑风情 上图取字维基共享资源 作者本德拉共汪 CCBYSA3.0废墟中重生展现日志风情 一中央社记者张荣祥台南七日电游客 在台南南区严城漫步 总能不经意看到台湾第一眼的压克力看板 再往前一望 日志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之局就在眼前 标记了台湾最早盐田的所在 台南是台湾早期盐业重镇 早在日志实施盐专卖制度前 盐城就已遍布盐田 盐城南侧的赖口盐厂 市民正时期就已辟设的天日晒盐厂 如今年 成盐田虽不自见 但当地宗教种地的盐城北极殿前 还有赖口盐厂历史的记载 日志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之局这栋建筑物就在北极殿堂 提起台南之局 其实这栋建筑原本不在盐城 而是1919年江乌树林之局旗下的高雄 鸿毛港出张所听舍解体 再将木料移住到盐城 专责台南盐业的运作及输送 二战后 日本撤离台湾 台南之局建筑曾有盐井驻守 政府停止征收盐税后 盐井改为保安警察 最后这座建筑由台盐管理 闲置多年 外观残破 连当地人都不知道这栋破房子到底是什么 十多年前 国营事业民营化 不少日志建筑面临拆除的命运 引起文化界人势众 使台南之局也是其一 才被列为台南市定谷 市府更着手整修 使成经贸 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档案显示 当时高雄的鸿毛港出张所 台南的乌树林出张所 台南之局 安平出张所的听舍 都采用相同的 设计图 差别仅在附属的设计各有不同形态 台南之局则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日式听舍中 唯一采用移住方式建成的 台南之局具有浓烈的日式风格 玄关使用玄鱼 宝塔 宝珠和牛腿等日式建筑的装饰性元素 破风白也使用特殊造型 廊柱及鞋称以简单的倒角修饰木构建边缘线条 融合了夕阳风情 台南之局2017年完成修复后 2018年尾游慢慢弄咖啡店经营 合约三年 纯卖咖啡 不卖清 10 只是游客发现这栋建筑去年底悬挂椰弹布条 红色灯笼及春莲等装饰 让人视觉混乱 未免可惜 编辑 吴嘉颖 108万0207